另外来看看前立委邱毅 他日前谈到了吹哨者李文亮医生 他大肆批判小英政府恶意的操作这个事件 散布谣言让台湾人民对大陆的反感更重 他表示这么做说很缺德的 网友看到真的是不以为然 有人建议说他到武汉了解一下 当地到底有多不人道 而引发争议的名嘴还有黄志贤 但是也有心怀叵测的人 想利用李文亮之死 趁机会来打击中国大陆的 因为台风政权也是很缺德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做政治操作 前立委邱毅在大陆节目讨论 是谁恶意操作李文亮事件 他提出一个是美国 第二个是反华媒体 第三则是总统蔡英文 散布大陆用所谓的台商 作为人球作为生化武器 进行木马出城 要使台湾的防疫网出现破口 要来挑拨两岸人民的情感 中国大陆的武汉病毒肆虐全球 台湾忙着防疫时 邱毅却指责蔡英文趁火打劫 但有网友看不下去 提醒邱毅 小英副手叫清德不是缺德 还有人则是建议他到武汉现场 深入了解当地有多不人道 无独有偶 另外一个名嘴也惹真意 名嘴黄志贤11号po文表示 安逸时是中国人 艰难时更是中国人 我们永远都会在 还说自己是湖南中医大学的中医博士 可是因为在台湾无法有医生执照 不然会奔赴武汉 这番话引发网友公愤 有人留言在中国应该可以考照 除非你没有去考 这跟台湾要不要承认 中国学历是两件事 有人讽刺的说 你有真才实学 不用一张纸证明 支持您前往武汉 中国爆发严重疫情 黄志贤自爆有中医博士的背景 但也被网友酸说 光说不练 防疫紧交关头 不挺自己人 反倒在大陆节目上 大酸自己的政府 也难怪网友会看不下去 三地新闻黄龙综合报道